公司化以後如果是航道這些機場 他營運的部分 這個地方是這個部分 房屋地價稅是免的 但是如果有營業的行為出租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還是要割稅 那由於我們土地稅減免規則裡面 第七條第十二項第八條規定 飛機他的航站 等直接用地局員工宿舍用地 免徵地價稅 是目前列入課稅範圍 土地既有航空科學館 貨運站出租於長榮客運倉儲公司 第二航站營業部分等 這個等表示他後面還有很多 應該就是包括這些 那他總共有五十三萬平方公尺 差不多十七萬兩千兩百五十平左右 那麼他一百零四年應繳納稅額為四圈一萬左右 請問他這筆款項他繳到哪邊去 這個款項就繳到我們這個市庫啊 有進來喔 對對這個有 他都如期繳納 那房屋稅的部分喔 他差不多有 一百零五年耶 應繳稅額差不多三千萬左右 這筆款項有進來嗎 一百零五年目前昨天前天才開增 目前有沒有繳納還不清楚 因為剛剛才開始五月一號到五月三十號 應該沒有問題 確定喔 那再過來就是說 我們的飛機起降耶 好請坐 我們的飛機起降的架次成長耶 每年差不多一萬四千架左右 那一百零四年耶 他有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一架次 平均每個月呢 是差不多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三架次 那每日呢 他差不多一百一十五架次 平均每個小時呢 他有二十六架次 局長 那平均這樣多少多少分 多時間多少一個架次 一個小時二十六架次 差不多兩分左右 所以說 在我們大園區所承受的 差不多兩分鐘就有一班飛機的起降 那我們的出入境人數 每年大約成長差不多三百萬人次左右 那回饋金以防治費總金額每年大約成長四千萬左右 那在這裡面也就是說 他的飛機起降 架次有增加 人數有增加 回饋金與他的噪音防治費全部都有增加 但是我請問一下 我們大園區的在於防治費 從八十四年開始到現在為止 我們所得到的防治費增加多少 我跟一桌報告 那個像回饋金的部分 我們是根據這個飛機的 防治費 防治費的部分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大概分一級二級跟三級 那一級的部分我們是每複製兩年 我們是給一萬塊 對 那二級的話是兩萬 那三級的話是四萬 它是這樣的比例 那因為這個 103年跟104年 我們在這個機場的這個 跑道南邊跟北邊分別有做一些維修 所以影響的複數會有 區域會有一些變動 像我們今年就新增了一個新屋 新屋的一個禮進 建花禮 對建花禮進來 那我們現在說五個區 三十三個禮 那我們大園區大概也有八個禮 大概因為受到這樣的一個影響 大概會畫到三級裡面 我現在是請問你說 是 防治費我大園增加多少 是整個區域增加 不是針對大園地區的增加 我現在只問你說我大園區 我跟你講 八十四年開始到九十二年 我們是八年 我們現在講二級 八年八萬 八十四年到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到一百年 這八年要八萬 後來他一百年到一百零二年 他沒有發 在我們一百零三年左右 有發一次吧 是 那一次是在吳智陽縣長時代 那個是有一些結衣款 所以有做一些加碼動作 他加碼是兩萬四嘛 三萬六減掉兩萬四 後面剩下一萬二 那等於就是說我們每年一年一萬 幫我剪剪掉剩下六千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 這次市長當選以後 我們新市政 我又要求把原料的回復過來 就變成一年一萬了 我們現在兩年一萬嘛 對 那我現在跟局長這邊講的就是說 機場在我們大園 實質受害都是我們大園 那你這個造型防治這個版圖一直畫一直畫 你怎麼畫我都沒意見 他有一定的標準 我知道 但是呢 在於吳智陽縣長的時代 我曾經在做鄉民代表 我曾經有發文過去給我們環保局那邊 我請問他們說 為什麼呢 在別的區域裡面 他的噪音監測只有48.5 不達百分之 不達60分貝 為什麼他可以納入 他回我兩句話 就是因為地形地貌關係 跟土地使用情形 這樣我能接受嗎 我們要以實際監測數據為基準 所以說你們現在版圖一直畫 變化越大 那實質上他的飛機架是有增加 他的這些回饋金額跟防治會都有增加 但是對我們大眼完全都沒有 這對我們不公平 評議做報告 就是說因為他起降的這個價數有增加 所以當然我們根據這個起降價數 我們會來跟這個 爭取這個比較大的一個回饋 這本來就是地染的 所以從這個回饋金黃主委來講 逐年都有在增加的趨勢 那個議員我來說明一下 我們怎麼爭取 第一個三級的噪音管制區 那遊議員的看法是說 大園畢竟是在國際機場的最核心地帶 那二三級應該是比較多的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這個航班增加 加上空域管制 所以他的噪音區有擴大 這擴大是要符合標準 這個部分我們也不可能說 他在噪音管制區一級管制區 那因此我們說他沒有 這沒辦法 但是二三級的判斷 應該要符合實際 那遊議員如果說哪些區域 哪些里 他實際上噪音很嚴重 那卻被劃定為 比如說他明明75分貝以上 他被劃定為60分貝 我覺得那個部分 我們環保局要協調民航局 跟機場公司來重測 讓他符合實際的情況 這是第一個要說明的 這管制區的雖然有標準 那在執行的時候 是否確實仍然要可以檢討 第二個就是起降費的問題 他其實他只有起費沒有收 是降落才收 那降落費是按照他的那個 十五分之二提撥給我們 去年提撥了三億四 今年提撥三億五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協調市級的立法委員 我認為喔 國際機場所在地的桃園 那麼降落費這樣子給的太少 以機場營收的情況 那麼回饋金只有到三億五不多 每年有成長一點點 但是不多 我們去年單單 單單這個健康補助費 就加碼到一萬三 就一萬一億三千萬 那個我們的那個 那個國小國中的營養午餐補助 就高達了大概五千萬 所以我們其實支出是很大的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之前的縣政府喔 曾經原來沒發 把捷育款一個一年發掉 我把舊的公文拿出來看 他寫說喔 當時的環保局長寫說 為了要關鍵年的考量 就選舉的考量 所以一次把它發光 這不是常態 我們要讓每一年喔 每兩年一起喔 可以穩定的發 這是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如果 如果喔 我們的降落費可以增加 那我們再來考慮喔 研議這個 這個回饋金的處理方式 我想 丙要做大才有可能喔 回饋增加啦 那如果說你兩三年都沒發 一年把它發光 後面也沒錢啊 你承諾只能做到一年 這不是常態 那最後一點就是 剛剛你講的那個地方稅務局的問題喔 我是蠻認同 游議員的看法 公務使用 公家機關不課房地稅 營業使用要課房地稅 這個基本的 現在桃園國際機場 已經變成是一個公司 公司 坦白講喔 他的那些地方都一坪一坪在租人 他徵收我們的土地是一甲地一甲地徵收 他現在租給那個營業單位是一坪一坪在租 那整個那個機場所繳的房地稅捐喔 總加起來 一年沒有到一億 房地稅捐 房屋稅 地價稅加起來不到一億 我印象中應該是在七千多萬 兩個加起來七千多萬 那我認為喔 我們桃園市政府 應該政策性給桃園國際機場 有營業行為的房屋稅 地價稅 佐餘提高 以反映我們地方的需求 不然他這樣 全台灣才一個國際機場而已 這個價格 這個沒有評比的啦 就我們單列這個價格來評比 他不是跟旁邊的農地來比 這不能比 因為國際機場旁邊都農地啊 沒有辦法比 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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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個國際機場 所以我認為房屋稅 地價稅 要合理提高 這樣對我們地方才是公平 好 謝謝市長 市長了解喔 我們機場在這邊喔 真的是一個金雞母啦 金雞母 有很多我們必須要去爭取的 我們不去爭取喔 他也不會主動給我們喔 那剛才市長有講到說 三級噪音區75分別以上喔 我們應該給實質的回饋 尤其在燈道底下 好 那再過來喔 我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部分我再跟議員說明一下 你可能在乎的就是說 三級噪音區它是瞬間噪音啦 那個震動很大 所以民航局在考慮這個 正航道下的瞬間噪音喔 這個部分沒有特別考慮 我們應該就這一點喔 跟民航局跟機場公司來特別講 正航道底下那個震動是非常大的 你講的應該是這個情況嘛 75分別的那個受損的情況特別嚴重 這個我們來反應 那在這邊喔 我還有環保局長這邊喔 因為那天區長來做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特別跟我們大人區長喔 我稍微跟他溝通一下喔 就是說 在農業補助的部分喔 不要用我們回饋金來支付 喔 盡量以農業局這邊來支付喔 那尤其是說我們防火與防製 還有有機肥料 那這一次的我在工作報告裡面喔 針對說有機肥料喔 你們給我的答案喔 是牛頭不對麻嘴 我在問回饋金 使用來發放這個有機肥料 希望說在明年度呢 由我們的農會 來承辦這個作業嘛 結果你們回答是說 市府所補助的 現在都是由農會這邊在做 這一點我知道啦 我現在是說回饋金的部分喔 那再來一點喔 局長你請坐喔 那個 局長我請問一下喔 我們當然現在有很多新住民喔 差不多2400位喔 我請問一下 新住民來設籍入籍來到我們大人區裡面 他多久時間裡面 能領領取到我們 機場回饋金裡面的 醫療補助費用 請問一下 多久時間 這個我還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外配 他取得我們的這個 健保卡是六個月 那要取得身份證要好幾年喔 那我們的嬰兒一生下來 他就有這種權利了 他就可以領取到 像今年所發的1500塊 這個醫療補助 那我漸情說 你去了解一下 是否說我們這些新住民 他是否能說 只要他有入籍取得到他的健保卡 他就可以領取這一份 好不好 這一點麻煩你了解一下 這一點麻煩你了解一下 還有這一張 是在我們機場裡面造的 我現在這一題我要請問一下我們市政府這邊 屬於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在機場裡面 他可以開採石頭 挖掘這個石頭嗎 還是說他內部有工程在做 可以自給自主在裡面挖掘這些石頭起來嗎 跟議員報告 如果他是已經有一些工程在進行 那按照工程的進行的方式 他是可以合法的這個 做這個土石方的挖田的這些程序 因為我們機場裡面 我們現在看 他現在跑道在修復 他所有水泥塊拿起來 他再製嘛 做好東西的薄薄在製 那個我們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跟他看 我合理懷疑他現在是在開採裡面的石頭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因為機場裡面的一些建築物 他都是屬於建築法99條規定的這個特種建築物 那特種建築物他不需要跟這個地方 地方政府來申請這個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 那這一部分我們會跟這個民航局來做聯繫 那也希望他們本理主管機關的權責 還有一點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在95年左右 我們現在海軍基地裡面 有進行填土作業 他都是在白頭啊 不知道哪邊來的土方 而且還摻雜垃圾 一個軍事的基地裡面 有在做這種工作 那我現在問的問題就是說 他現在開採了以後啊 他所開採起來的石頭去做他的建築用地 他那個挖出來的坑要怎麼辦 用裡面的土地在填平還是從外面再進來 我們不能讓機場 機場喔 他現在是一個公司化的 他把圍裡圍起來以後 他所有的所作所為 我們都沒有辦法支的權利啊 那這個部分 是我說請市長 請我們以中央立委 來作為了解 好好不好 這一題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讓我們議會同仁可以了解喔 那麼機場的跑道跟滑行道 30年都沒維修 現在機場公司在進行跑道維修的計畫 那土石採取喔 仍然是建築行為的一部分 他一樣要獲得中央的核准 因為他是特有建築 他這機場都是申請 包括第三行下 他都申請特有建築 不是由我們都發局來許可 但是為了以遭公信 透明化處理 我找時間去看機場公司喔 目前進行的第三 進行的這個滑行道的整修計畫 那看看他們到底在 建築行為的規範上喔 到底有什麼地方需要加強 如果不了解 也請他們合理說明 那我想喔 這個機場不是特區啦 那也應該要跟地方政府 透明化的方式喔 那接受我們的這個監督 好謝謝 來請坐 市長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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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請教 我們大員 大員交通易塞路段 我們交通局長 我們現在國二甲的拓建 它現在的騎乘 我們坊間現在很多人一直關注 這個國二甲的騎乘 你稍微跟我們報告一下 國二甲線 它現在是分成 兩個路段來施作 第一個優先路段 是從大園橋到那個斷橋 那個點 接到省道的台15線 這是第一個優先路段 那目前這個部分呢 到今年年底 工程設計全部可以完成 要到今年年底 設計到今年底可以全部完成 但是這個路段短短兩公里 有三塊土地 三種類型的土地 做不同的取得方式 包括區段徵收 包括公有地的有場撥用 包括一般徵收三種方式 那根據高速公路局的說明呢 他們要延遲到108年 才能夠三種土地 才能全部取得 這個我們不能接受 108年 才能取得土地 換句話說呢 要到109年初才開始施工 要到111年才能完工 這個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們最近呢 市長有指示我們呢 近期內要找高工局跟交通部門來商量 如何加速用地取得 以讓工程早點開工 因為它這個開發是屬於中央的 是 那第二個呢 從台15線接到台61線 因為原來的規劃路線呢 涉及許湊港濕地的保護 那這部分很為難 所以環評不容易通過 因此呢高工局呢 目前正在做可行性研究 全部重新蓋改線 那這樣開工的騎乘 跟完工的騎乘 這樣差距很大 是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 將來要跟中央 好好協調的地方 盡量跟中央溝通好不好 因為這是地方所期許的 非常清楚 能紓解我們大眼的交通 沒有錯 所以說 它這個跟我們市政府這邊 所提出來的報告 跟你們回答的工作報告裡面的內容 跟剛才局長你所講的中央給我們的騎乘 這樣差距很大耶 我沒有辦法交代 他們不斷把這個騎乘往後延 不僅僅是國二甲線 其他的中央辦公司也都有類似的情形 這是我們將來要一次跟他們講清楚 好 局長請坐 這個我再來補充說明 從國二甲 就是國道二號機場聯絡到台十五線 那第二期是到台六十一 二期有這個環評問題 那一期其實只有兩公里 那這個效益蠻大的 可以讓我們的很多大園工業區 或者要走濱海公路的車流 可以不經過大園市區 那問題就是說它有分做三段 一段是在航空城範圍內區段徵收 一段是機場園區 這是波用 另外一段就是大園都市計畫 一般徵收 三段土地取得方式不同 那原本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跟國發會跟交通部的協商 希望它這個三段能夠同時 在航空城計畫定案的一定期限內 同時取得 那交通部對這一點有點保留 那麼我們還是希望說 站在建設越快越好的角度 希望交通部可以加強 那我們地方政府能配合的 不管哪一項我們都配合 不管這個區段徵收 或一般徵收的說明會 我們會幫忙取得這國二賈線的這些路廊 市長 市長 因為喔 這兩頒兩球 在我們地方已經存在這麼久了 前朝都沒有辦法去處理了 現在有我們 那我們希望說 在我們這幾年之內 盡量能趕快去跟它動工 現在是105年 我想它原來交通部比較保留的原因是 航空城計畫未定 所以它不敢明確的承諾說 這個什麼時候取得土地 中間一段就是航空城的計畫 那我是認為說 航空城計畫確定之後 那麼這裡這一段 可以先行用工作道路的需求 先行開發 那這一點我們再來跟這個交通部來商量 那我也請市級的立法委員協助 那其實這個事情 應該是交通部很認真推動 市級立法委員很認真爭取 現在推動者變成是市政府 我們這樣推的時候 他們說 那航空城都市計畫還沒有最後筆定 他們不敢保證 所以我想知道兩方面 兩方面都要同樣的積極 這案子才會加速 所以說我們現在大眼有很多建設 都是牽涉到航空城 你航空城沒有趕快去定案 我們很多建設都沒有辦法去做 對沒錯 所有桃園的重大建設 幾乎超過一半以上的比例 都跟航空城的計畫有關 所以因此我們也希望航空城計畫 能夠早日完成區段徵收的審查 再接下來我要請問一下 來江振局長你請坐 我們地震局長 我請教一下 我們交流到民生路口中正東路這一段 記得我在工作報告裡面好像有提出來 就是說這一條有沒有拓寬的計畫 之前 你有沒有幫我查 不知道 我來查一下 我跟你講 我們當然交流到 自民生南路口中正東路這一段 我們70%的民載都已經退縮了 那我記得 我記得這裡面它是有辦理拓寬徵收 而且它的 它的價金好像有的有領 有的沒有領 後來不知道怎麼樣 這個案件就沒有 沒有下落了 他已經進入到徵收 發放這個價金了 是 一組我們來查一下再跟你報告 這在工作報告 我記得不是地震局還是公務局這邊 我叫你們查 不是地震局 辦理徵收是誰辦 蓄地機關 也是蓄地機關辦的 你們幫我查一下好不好 那個我在上一次總質詢的時候 針對我們果林都市計畫 那個公館底的道路出入 希望做一個評估 那因為都市計畫的關係 都市計畫現在現在送到內政部那邊審查 但是我們市政府這邊 我提出來這個案子 都沒有人找我說 我們是否先行去會刊 去勘查一下 這個部分完全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這樣不對吧 好不好 我們來檢討改善 我們應該先行去勘查說 可行的方法之 在都記的範圍 我們有辦法去做的 能做到什麼程度好不好 是 還有 再過來就是 我們中興路 目前它的拓寬期程 不然你到什麼程度 不好意思 中興路有分大園段 跟大園段 大園段的部分 我們預計今年 大概八月左右會開始開工 八月左右會開始開工 那你們所有的這些土地徵收都好了 目前正在做最後的階段 就是到了這個送內政部的階段 已經到最後階段 我們地方的民眾很多質疑就是說 一樣同樣的土地 你們所徵收的價格不一樣 是 協議的價格不一樣 這這點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 是 依族我們再來了解 謝謝 那再過來呢 我這邊留一條 剛才所有的疏解交通問題 都是我們目前很棘手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我們大園 大園裡裡面 有標線化成這樣子 包括我們的行人的路權都沒有了 而且我們大園裡裡面的路口 你這個標線畫這樣子 這個標線長度差不多30公尺左右 頂多容量三台車子 那你右轉 右轉你紅綠燈只有三顆 沒有四顆你沒有右轉燈 那麼你又畫右轉道 那你裡面只有容納差不多三台車 那這樣對我們疏解交通的意義何在 第二點你們會畫這樣子的 整個數據從哪邊來的 請說明一下好嗎 這個路口呢 是在大園區的中華路跟民生南路口 那麼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大園區裡面的 易庸塞路段 所以在去年我們有做改善 目的是讓轉向交通量能夠增加 因為它的路寬很窄 旁邊兩邊都是民窄 不可能拓寬 在不可能拓寬的前提之下 我們必須既有的路權去規劃多一個 左轉造用車道 讓它兩處一進 讓這個交通能夠解決 才會造成我們利用既有的路間變成車道 造成路間寬度會減少 所以會造成附近的那個 中華路路上的兩側的居民 路間變少了 不方便停車 當然是事實 但是交通是改善的 交通是有改善的 人行路權在哪邊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最近 應該是這個禮拜之內 局長我跟妳講 局長 以這一段 以他往大英國中這一段 他早上上班的人潮 會從明安路 平安路 轉到這一條來 再往工業區轉 這一段 早上上班時候會塞車 這毋庸置疑 我知道 但是這一段 我從來不知道他有塞車過 而且你現在壓縮到 兩旁的 這一些 這一些商店家我們先行不談 你連一台機車 你都沒有辦法去停 而且他現在大英國中 學生上下課 完全都走在這車道上 萬一發生行車糾紋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們最近呢 會在現場再去檢討一次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既有的寬度裡面 我們來畫設標線型的人行道 也就是用綠色的鋪面 標出人行道的空間 看有沒有機會把它畫出來 那麼如果有做的不好 我們再來檢討 局長 我跟你說 我們的客員 正人說很阿爸 去我們說 他怎麼說 你真的要畫行人專用大 沒關係 我讓你車子都沒有辦法停 他這樣是你把他講 人家這樣說都不對了 我回來來檢討一下 不好意思 不是 你心無公無倫願 你人民有意見陳述出來 是 你說好我們回去再檢討 不是 他都給他講 這是我的錯 我回去再檢討 好 那個局長請坐 好 現在我要問海岸線的 來 我們這個海岸線的接續 跟定沙跟趙林 這個部分 那前幾天我跟我們的立委 陳在樹美 去主委漁港那邊 去做一個那個海岸線的 接續工作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有這個 林陸局 還有二和川局 還有我們漁業署 去那邊我們看到是 互相推違 那既然他們是說 這有的是屬於國有財產局的 他們大家都是希望說 看我們市府有沒有辦法 由我們市府來做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 市府這邊盡量能跟中央這邊來協調 還有麻煩請立委幫忙 因為他這個接續 長度不長 剩下差不多200多公尺而已 這個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造林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原來線的造林 這個都不夠 我們希望說林陸局這邊 一定要讓他們確實來做造林的工作 而且是種的樹種 這個都是問題 因為海岸線在施作 第一個 就是防止國土流失 第二個 我們要防這個 這個沙子 他再往內陸吹 你像說前幾天 我們市政府環保局 在做這個清潔海岸的工作 這個都是我們花很大的力氣 在那邊做維護 那我們也希望說 不論林陸局 二和川局這邊 也要加把勁 尤其是清潔的工作 能跟他們溝通 一定要做好 不能說互相推 有垃圾不清楚 他推給他他推給他 好不好 這是說 這是說我們在做這個 整治的部分 合體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能把我們接續 現在就是說 主委漁港這邊 還有我們別崗里 許阿中里長也有拿出來陳情 希望說在這邊跟我們做好 還有就是說我們沿海的自行車專用道 因為這個風沙實在太大 包括內海的里長許承瑞 他也希望說把這個海底加高 因為在我們盧竹區那一段 都是屬於石頭沿岸 但是來到我們大沿這邊 就屬於沙岸 我們這邊 你像說我們自行車專用道 你沒有跟他做好的話 這些工作你沒有做好 我們自行車專用道都沒有用 有的甚至於讓這些魚沙覆蓋兩三層樓 你說你要去把這些沙子清掉嗎 沒有用 以經濟效益跟比例原則 你清這個沒有用 是否說我們再往內陸再找 把自行車專用道把它建立起來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 我們把大員 這個我來做一個政策性的 跟議員說明 永安漁港有綠色隧道 對 主委漁港沒有 對 那你上次去勘察的那個案子 他的那個海底是屬於第二河川局負責 那那個防風林 現在都沒有長起來 他是國有保安林地 是林務局負責 那我想我們請農業局 來邀吉 林務局 跟二合局 來一起商量 只有做海底是沒有用的 那你現在做那個自行車專用道 一個月當中一定被漂沙掩蓋掉 事實上也沒有用途 所以一定要種出綠色隧道 而且要比較深比較密 比較寬一點的那個綠色隧道 如果種不起來的話 那邊從主委漁港到許綠港 要騎腳踏車 海風大 海山都淹沒那些防汛道路 事實上都無法急 所以這個問題要解決的話 一定要像永安的綠色隧道一樣 一定要把防風林都種出來 如果種不起來的話 不過我想以前是因為有林口電廠的酸魚 還有東北季風的沿海 所以比較不好種 現在連澎湖都能種了 我覺得技術上應該是可以克服 我想這一題 上次我去主委漁港看了 我覺得種這個 主委的綠色隧道是很有價值的 我請我們的那個農業局來協調 包括像林務局 像二合局一起來商量 有無可能在主委漁港發展綠色隧道 謝謝 就剛才我所講的 就是說 我們該做的這些海提加高 或者是說防風林再造 希望說我們大眼裡能像新路那樣 有歷史隧道 那麼接下來就是 好 局長你請坐 我們的環境污染的部分 埔心溪的部分 麻煩你加把勁 因為埔心溪是一直我在質詢的 而且他也一直在排放廢水 我們希望說埔心溪這邊 你來加把勁 我們已經公告為總項管制區 我們會加強機場 好 那我們新聞處 好 處長 謝謝你的用心 我一直在質疑就是說 我們電線桿附加這一些外掛的第四台 那在我們大眼地區真的很嚴重 我跟你講 包括我們的水源路 和平溪路 民生路 普新街 足為街 以上這個到現在還是電線很凌亂 電線還是很凌亂 我希望說要用心該開閥 我一直講該開閥就開閥 不用跟他們客氣 因為這已經造成我們地方上很大的困擾了 這個部分 麻煩一下 還有就是說 公務局 電線電纜地下化 也是我們大眼一直在爭取的 你們工作報告說 在一月份左右 你們有跟台電有去看 但是看了以後 我請問一下 農會的部分前面 你們有沒有去溝通協調說 這個便電箱所放的位置 你意思說是說 會看的那個農會的便電箱 對 那個我們正在還在協調中 我跟你講 教授跟他說 你跟台電 你不覺得要加強溝通好不好 是 因為他上次下去會看 我從農會那邊 你跟他們協商好的 有幾個地方我都協商好的 但是你們到現在的工作報告裡面 還說你們要取得 用率取得怎麼樣怎麼樣這些手續 但是你們有沒有去做 這是重點 我希望說在這邊 我們是國家的大門 我希望說我們不要跟13區 這些公平來分配這些錢好不好 我們要求 要求你不論從哪邊 你從台電從中央 我要求中央有義務責任 把我大園區來做建設 不要讓我們的電線 傾斜的傾斜 一大堆啊 我希望說 電線電纜地下化 是國家大門應該有的現象 好不好 是 好 那再過來就是說 我們航空城的徵收 現在這個聽證會已經完了 那我希望說市長 真正的 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訴求跟問題 是人民跟政府的問題 好 謝謝 那我們中場休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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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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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議長 各位市府的副市長 各位議局主管 以及各位補會聯絡的 以及媒體製的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先來問一下那個 湯局長 不是不是湯局長 湯局長還在路上 水務局長好了 請問你 我們關於中山路交戰旁邊那個下水道 因為我這樣看施工已經超過半年 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停頓沒有在施作 你們跟廠商的合約 怎麼有那麼長的時間都沒有在動 偶爾在動而已 因為那條是官員通往中立的主要幹道 對於民眾的行的方面 非常的不方便 這是什麼原因怎麼這個工期會那麼久 報議座這個主要是因為 碰到這個管線的這個遷移這一部分 那我們會 這個也感到很抱歉 就在這一部分我們會要求這個 相關的這個廠商能夠緊速來辦理這個 基本期側面得資 說要到六月底還有兩個月 是 那怎麼會要這個工期 那麼長的工期 等於加起來不止八個月 對因為就是地下當初這個管線 就可能沒有調查清楚 那現在就造成這樣的一個 在管線上遷移的這個援檔 這樣是不是可以要求廠商 是 這個集成啊 盡速 因為這樣 再拖下去 影響交通非常大 對我們也是會 跟廠商要求 緊速來辦理 那請局長關心這件案子 是 好你請坐 謝謝 請問那個地政局長 請問局長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當中的 陶科二期擴編這個案子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辦法來達成 有我們那個徵收案已經報到內政部去了 因為我們協議的架構的情況 成績不錯 因為我們那個土地的比例 同意比例大概百分之九十幾 人的比例大概百分之八十幾 那我們在四月二十幾號 就報到內政部去 要幫你不同意的副料幫你徵收 據我身份得知 這個地主同意的已經到達 應該接近百分之百了 九十幾了 九十多多了 對對 那應該這件案子應該會完成吧 會啊 我們是全力在推動 至於地方的發展 那我們身為民意代表的 我們很希望 這個案子讓它通過 讓地方來發展 尤其是比零這個陶科一期 比零觀音工會期 所以本期希望局長 會的我們會努力 我們努力來推動 來促成這個案子來完成 讓這個地方來發展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已經報了 已經報到內政部去了 已經報到內政部去了 對對 好 那機長請坐 謝謝 請問那個社會局局長 我們觀音區舊的公所 在去年二三月的時候 市長到我們這個警察局的同仁備勤宿舍 來這個 來查看的時候 就有答應 我們舊的公所 那個一二樓作為兩個 老人會館的 這個會館 三樓來作為 這個觀音禮的活動中心 問題是現在 這個時間 從去年的二三月到今年 已經一年多了 當然這跨好幾個局處是 應該包括財政跟公務 主要那個時候有做一個所謂評估 叫做建築物的內政評 我知道啦 這個 不管是評估或是安全結構的鑑定 你這個進度 本席認為 你這個進度 有點緩慢 尤其是我 前幾天有請教過機長 機長說 目前是等 等社會局的一個 這個經費的 撲到公所 他們才可以辦理這個 相關招標手續 對是的 目前 現在因為觀音公所 已經有把那個計畫 原來的計畫 沒有那麼詳細 要補了相關的計畫以後 我們 近期內會合定 這部分 就由觀音公所 來執行這個 這個修善的一個計畫 本來這個修善的工程 不是 不是規矩來發包辦理嗎 是 我們委託公所 由觀音區公所來辦理 委託公所也無所謂啦 就是說 你既然委託他 你就要把相關的程序 作業做好 把這個經費 撲給他們 這樣他們才能 來辦理招標手續 是的 那盡快不是 是的 對對對 那已經是在 因為當時所提報的 兩千七百多萬的一個 預算當中 因為很多 有一些要更詳細 所以這一塊部分 已經在補證當中了 所以因為是計畫的 那個合定的部分 希望盡快了好不好 是的 你也是這個 這個 對對 觀音的這個 優良指揮 謝謝益座 觀音的地方的建設 那個益座非常關心 謝謝 好那請坐 謝謝 請問市長 這個 市長上陣以來 你的努力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謝謝 你日夜在做這個 不管是選民服務也好 做這個 為桃園市這個建設 在努力 大家都看得到 你不只是白天努力而已 你晚上也都 跑得很晚 不過本席認為 市長對地方上的各項承諾 就是我們市府的團隊 部分 部分團隊 還是沒有跟著市長的 腳步 沒有同步 我簡單舉例 就是以觀音區來說 就是 舊公所的這個修繩 當副市長也答應本席說 一定要來做 讓這個舊的天色再活化 那 包括我們 觀音的主要道路 路評 這些方面 我認為市長 上次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 其實這些 很重要的工作 你們的團隊 都沒有在很快的 這個時間點上 來配合市長 把這個 應該做的工作做好 所以說 我本席還是希望 市長還是要督促 我們部分的這個 業務單位 把這個 比較重要的 先把它做好 至於說 去年這個會期 本席跟市長建議的 這個 中付的貫穿 以及這個 那個 除 另外一條要擴翻的有沒有 就從草踏到那個 對 那個部分當然困難度比較高 因為牽扯到 這個徵收 牽扯到這個 預算的編列 不過還是希望 市長 在明年或後年 還是希望市長 如果兩條沒有辦法 同時 就是選擇一條 中付的貫穿 這個比較重要 有沒有 我想 藉著機會跟歐議員來說明 草踏跟青埔兩個生活圈的連結 這個是一定有助於草踏 還有官林工業區的連外道路 的 官工業區連外道路的順暢 所以這條路 雖然預算龐大 我想要配合草踏的 勢力重劃的進度 這條路還是要有進度 那哪些用中央款 哪些用試款 我們工程估算完畢之後 我們再跟中央爭取經費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中央的經費的話 我們逐年編列預算 也要把它完成 因為畢竟從整個青埔站 對外聯絡道路到桃園到中壢到大園 就是少了一條到官林 到官林確實沒有主要的那個 比較寬的道路 我覺得這條路是蠻有價值的 那官林工業區也是一樣 如果走這條路的話 其實進非常多 這條路的應該是桃五線 那個月桃路 桃四十二 桃四十二線 抱歉 桃四十二線 那這條路的總預算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局長 稍微說明一下 好 不好意思 目前喔 這個月桃路打寬 這個大概希望是二十公尺 扣換到二十公尺 初步 那我們今年會再開始來去做 有爭取到規劃的經費 我們今天會先去做規劃 是規劃的情況 然後跟目前最新的這個用地的費用 我們再做一個會整之後 來跟議座報告 本席喔 去年度這個會期喔 建議就是兩個這個大案子 對沒錯 希望齁 最起碼 要先做齁 先做一件 對地方上才有交代 像好不好 這個是大計畫 那我們全力以赴 那另外剛剛議員特別有說的喔 像那個路平計畫 我看因為觀音有很多工業區 所以那路的品質不好 那所以路平計畫不能忘了觀音 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議員建議 我們再把它納入 其實你整體的看了一下 如果這幾條路要納入 可以提早規劃 因為納入以後仍然要發包 所以納入到做都大概差了四五個月 所以民眾會問說 議員反應的為什麼沒有 以前都用開口合約嗎 那現在因為他是主幹道 都是那個還要再發包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掌握時間進度 雖然我們有一定的行政程序 但希望民眾看到了 希望我們趕快做 我們要盡量快一點 也謝謝翼座的建議 您講那幾條路 我們現在有依序都在推展 那特別是1月2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六月底 能夠全部把它完成 那你也有督促我們說 能夠盡量快 那我想能夠比較早完工的部分 我們會先行完工 同時呢 112不是已經開工了嗎 開工了 可是因為有部分路段 有其他單位在施作 他們會施作到六月底 那大概700多公尺左右 會施作到六月底 但是翼座也有 也謝謝您提醒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條幹道 所以說我們會把 能夠先完工 不能先完工 同時呢我們會一併 我們有注意到說沿路呢 只有單側有路燈 那我們也會把 也謝謝翼座提醒 我們會一併把路燈 把這個路側呢 一併把它提升 這是我們第一條 也就是說 其他的路坪 我們大概只做路坪 那這是第一條 我們是把路坪跟路燈亮的部分 第一次實施的一個事辦的一個道路 特別跟翼座報告 因為桃園很多的道路 雖然很寬 它只有單側有路燈 好沒關係 那個 因為時間比較有限 就是說 希望那個師傅團隊 在我們議員有建議的 因為我們議員同仁在地方上 都比較了解 所以希望說 師傅團隊 能夠重視 議員同仁建議的一些案子 是 那另外 那局長 市長請坐 那個剛才 市長還沒到的時候 跟那個議員同仁建議的反應 陶科二期的徵收擴編這個案子 至於地方的發展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本席也希望 市長 能重視 這個陶科二期擴編這個案子 讓它完成 當然 目前 已經 快接近100%不容易 不過還是 碰到一階小瓶頸的 那當然要設法 來克服 讓這個陶科二期 這個 後邊 能夠完成 這樣地方才會發展 謝謝歐議員 陶科二期 現在在土地徵收的階段 暴徵收 暴徵收 那 我想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盡量溝通 要保留的 要再分配的 我們來處理 那原則上這個計畫 應該是 共識程度很高 那我也決定把陶科二期 納入亞洲矽谷計畫 那將來在招商方面 會引進更多高科技的廠商 繁榮地方 所以這個二期計畫是 事實上是 亞洲開發是負責執行 主導仍然是我們地震機主導 遇到困難 沒有關係 該溝通要溝通 這個是一個很確定的計畫 我認為 這個計畫可以帶動 整個那個觀音的發展 對 那就是 希望 市長再努力 這個 速度加快 相信 這個如果完成 對市長來說 也是一大政績 好不好 謝謝 請坐 那 問一下那個管理局長 那個 上次 工作報提的 那個 關於那個 冰海訓練器 那個大佛像 是 前幾天有開會 對 那 本期建議 就是要比照 原來的 規格 甚至以上 不能把這個規格縮小了 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加上材質 要用什麼材質 希望你們這個 用專業領域 來 把這個材質做好 不要讓它以後 這個 重建以後又 腐蝕這樣 好不好 沒問題 現在目前那 機長你 前幾天開會的結果是如何 原本的構想是要原樣重建 後來如同一座所說的 我們跟當地鋼泉市商量之後 決定採用石像 那因為它也符合當地的石觀音的傳說 那同時也可以放置百年以上 那麼鋼泉市 他們也希望能夠 底座可以作為展示的空間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決定一次解決它的用地問題 所以現在呢 一方面解決它的這個土地使用的編定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周邊的工程都持續在進行 那今年就會完工周邊的整理 那石像的部分呢 我們會跟鋼泉市持續在合作 好 那重點部分 就是它的規格 不能小於原來的好不好 絕對比原來的更好 好 那謝議長請坐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市長 我想說齁 這兩天的新聞都講到 我們平鎮市的一個 脫掉的一個業務了齁 然後本席覺得說 我今天特別請那個 那個莊議員那邊給我幾分鐘的時間 本席倒不是說反對 我們平鎮區要做脫掉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說 市政府有三個面向 並沒有做好這件事情 第一個 市政府交通局給我答覆說 因為我們這個脫掉費用 比台北市低 所以說我們開放寬一點的區域給他 所以就把平鎮納進來 所以有利招標 台北市說作業費是八百塊 我們只有六百塊 那交通局的出發立場 並不是說在改善 這個交通的一個擁篩 他把幾個熱點有沒有 把他公佈 事實上那幾個熱點 都是平鎮市 我看幾乎把整個平鎮市都涵蓋 我覺得這個出發點有問題 第二個 你要去設特調廠 就市長你看 假如說在中正市長車被拖掉 他要跑到民泉路去 單單計程車費可能就兩百塊 金陵路六段或五段被拖掉去 結果那些地方 事不上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交通或擁塞的地方 結果呢民眾呢 抱怨連連 像包括 我昨天去縣長看了 有些那個機車組 一整排五六十台 整個都 他們習慣填那個地方 結果呢 整個機車組他也不曉得 整個機車組被調走 那機車組打電話來抗議說 為什麼鄭市長那麼親民愛民 為什麼我的機車就被調走了 結果他們覺得說交通局這種配套 有點問題 第三個我就覺得說 我們在平鎮市 這個機車位也不足 機車位也明顯的不足 他們停車真的是有非常的困難 結果呢我們交通局呢 就不然就把這個平鎮市 把這個把它納進來 我覺得說大家覺得說 就剛剛市長沾三個面向 為了一個脫料備的不足 所以希望說乾脆說 把平鎮把它納進來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規劃 並沒有那麼的嚴謹 然後也沒有設置機車格 及一些停車位 還有我們在平鎮 你假如要做的話 我認為你單單在平鎮市 你應該做一個脫料廠 或是讓展方 你包括市長 包括北區 我想龜山 包括巴德 包括盧竹 我想同樣面對任何 假如說面積很寬的話 那我再講 交通局這部分 是不是應該更用心 這幾年來都是一個業者 桃園中立 都是他在負責 從來都沒有想說新設的點 我覺得說市長 就說你應該說明一下 不要讓人家說 市長的不意 我來說明一下 大家可能比較了解 每一個都會區都要脫掉 升格為直轄市 一定要執行脫掉 是保障多數市民的權益 那但是我們停車位不足 是普遍不足 不是只有平鎮不足 不是只有平鎮不足 所以我請交通局 還是要檢討 汽車機車的停車位 能畫的盡量畫 第二個 平鎮有部分人士 反對設脫掉廠 那其實六六橋下 是設脫掉廠很好的地方 設脫掉廠是給市民方便 方便取車 方便停滯 所以我想請交通局來評估一下 平鎮仍然要設脫掉廠 其實每一個脫掉營業區 都應該有脫掉廠 可以就近取車 那當時我想很多人以為說 不設脫掉廠就不脫掉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不設脫掉廠跟不脫掉是兩件事 因為有交通的需求 仍然會脫掉 有人問說 那你不脫掉改成用開罰單 開罰單我們的車主一樣有損失啊 第三 我想這個脫掉費的問題 移制費的問題 確實是不夠的 六都當中桃園最低 這個確實不符成本 但不是因為不符成本 而把平鎮納進來 是平鎮原來就是規劃 他是主要的都會區必須要脫掉 停車費移制費不足的問題 我們請交通局檢討 這個會造成我們將來營運的困難 那市長假如說你認為說平鎮 假如說66塊到橋下能夠設置的話 是不是應該輔導有意來招標的業者 他應該來設置以後 平鎮再來做這樣事情 因為有些這樣區域 市長真的是蠻有 議員的意見不一致喔 有人反對設有人要設 現在說清楚了 開始執行脫掉 大家發現說應該要設 那我覺得說市長 那這還有沒有可能 有任何挽救的一個機會 就是說這種東西 真的是突然有這種行為以後 脫掉從去年開始就規劃 公告也很久 沒有突然脫掉了 我請交通局說明一下 平鎮是否可以增設脫掉廠 我想這個脫掉的部分 在平鎮我們事先都有公告 開始脫掉 第二個 脫掉我們有先後順序 嚴重影響交通安全跟道路容量的部分 譬如說病台 譬如說消防傷全面 譬如說插入口10公尺以內等等 這是我們優先脫掉 那脫掉保管廠的部分呢 因為保管廠一個廠 最少需要六個人力 一個保管廠 因此呢 如果你的脫掉費跟保管費 如果不提高 沒有廠商會來投標 那這樣子好不好 當然我本席剛才開眾明義講了嘛 本席不是說要反對脫掉 只是就是說在平鎮的地方 有些地方去脫掉有沒有 他到脫掉場所 到現在民權的脫掉場所 真的是非常遠 假如說城市長說 是不是應該協調 假如說你能在66快速逃掉 比如在中鋒 跟我們這個66橋橋 能設置脫掉場 在一個比較市中性的地方 然後在廣為宣傳 讓民眾能夠了解 那你這部分 你已經公告了 或許社會成名很困難 有沒有可能說 暫時平鎮這部分 暫時不要去脫掉 然後等到你在年底 或說10月份 你能夠把它設置以後 設置脫掉場以後 我們整個再來做一個規劃 如果同一個邏輯 那有龜山是不是也暫時停止脫掉 或者說桃園市 離脫掉場比較遠的地方 這個沒辦法這樣討論 我請交通局 針對平鎮如何能夠方便取車 那在規範上能否 因為我們現在問題是說 脫掉費真的很低 那如何能夠讓 鋪取廠商 再憑證設置脫掉場 我想這個目標還是要完成 市長 我覺得最後還是跟你建議 就是說第一個 脫掉的業務 包括你剛剛市長主動提 包括龜山 巴德 魯署 他們有取車都是非常困難 當然被脫掉走 他妨礙交通應該是被做處罰 可是他覺得說 這個配套措施沒有做好 所以我們上一次 是不是加快 議會審查 沒有議員我們還是要說清楚 上次議會審查的時候 交通局說很困難 全台灣脫掉費最低是桃園 這樣的話變得是業者很難經營 所以我們剛剛只要實施脫掉的話 你 那市長 所以這問題還是要請問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配套措施 好不好謝謝 好 謝謝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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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你 我自住人 就跟你說 我們平鎮最需求的就是 親子館跟脫營中心 對 這都 你後面都有找到 九國團有拿回來嗎 現在跟南清正在協商 還沒協商好嗎 對 那趕快執行 那不能這樣搞 那個 老百姓都很期盼這個 親子館跟我們的脫營中心 修改這個 我們的營運契約完成後 不會說不過啦 那對市民都交代不過去 南清公共化方案確定之後 我們會設置平鎮親子館 對不對 那工作中心 而且兩棟才多少錢 大家也受不了 那最起碼你要照顧我們青年協職 還有小朋友們 尤其是親子館跟脫營中心很重要 大得那一棟仍然要符合青少年使用 現在你要介紹我時間悠寒 第一 今天呢 我想大家要吃就養了 我想說這次 二十七年通室啊 頭一次辦的什麼 你知道嗎 定規 辦得這麼好 你們各單位都很用心 這麼辛苦 所以說五月多久了 我一送送一些餐廳給你們大家吃 你們的辛苦給你圍繞一下 所以說我稍後會用書面質詢 麻煩書面 不要拿拿拿到本書座 給我彈掉 那都不好 給我了解一下 要把我知道了解 我提出來的 不要一天到晚講都忘記了 所以我今天給你們大家清楚一點 享受一下 我們議員講的就是都是很重要的 都絕對不會為難你們 就像剛才我們張兆良講的 高中國長啊 你不要偷偷跟我一樣 偷偷偷偷 靈力這麼晚 我偷偷是有原因 是我們不太熟 你知道嗎 我們不太熟 所以我偷門路 走路了 你不要只有我偷偷 沒有偷路都不做不行 你看我們平地 二十萬人口 你拖車沒關係 你給我拖頭 拖頭 中立 中立 你不要拖頭 我們中立 沒有為所好會嗎 上反對 你要說出來 反應問題 你講到五月一號要執行脫調車 那你也最起碼你場地要給我弄好 有地方停車嘛 你轉南部 我們平地好像洗鞋子生的 轉南床 我們平地 我們選民房拖四 我相信他也會驚 大家也會驚 你車把我拖到中立 又不知道拖到哪裡 坐車兩三百塊 我常常你把我創那個東西 這樣拖腳 不是很好 你看哪一個議員 還是說什麼 哪一個民意代表反對 地方人事反對 你把它公告出來嘛 反對什麼 你既然反對 有這個本事 市長講的升格以後都會脫 那你有本事你就不要脫 現在不要脫 就像張兆良 其實說不可以的 依法不容 那你要脫你配搭要坐好來 有地方可以停車 對不對 不然不然不買 你把我拖到中立去 你不把我拖好刀算去 這交代賣過 你現在最好把我拖調查 停車再憑證弄好來啦 這趕快去處理 不然你就先暫緩一下 我們的車有塊好下 我們旁邊不是沒有地方 我常常說我們旁邊好像洗衣服 沒人擦 哪有這樣的道理 做民意代表都要有責任 你既然有脫 你就要有配套 這最重要 好不好 你們幫我解釋 回去誰幫我處理 事情要做 比較重要 說那麼多都不好 好不好 這是大家期盼的 既然你已經實施了 已經拖了 那你最起碼要有一個停車 在我評測 讓大家感受得到 這在評測我會很方便 既然我不鎖法 我請給你去 給你拖肥 我交換了這個錢 你不要把我副家圖的公力去 公力在哪裡有老百姓又不知道 坐一個家庭誰給我三百塊 人家又不知道你拖到哪裡去 一直在問 像我們人家罵的錯頭 對不對 你要感受我們做民意代表也很辛苦 既然你們政府規定要拖掉 說實在的話 有時候老百姓也亂停車 還不太急 那你現在我們這個一個床 我們不在那裡 所以說這是一個問題 這我不要說那麼多 那個市長 我經常講 我書面也有講了 也有提 這個北商協院 你也知道 我經常說 那個 都發局局長是什麼 李局長 我經常講 吳思洋時代講到現在 台北商業大學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現在旁邊都在那裡做什麼 現在旁邊就是農業區 對啊 這一個大學層在那邊 搞補一個農業區 整片 還沒要整個 跟我們平地人都爭笑 頭上派 你不就說 創一個重力就好 中立市都是大學 你看周邊都是在做什麼 有商業行 商業圈 憑證不是 那講多久了 我有寫在裡面 麻煩你回去了解 重視一下 這樣可以嗎 好 你不是說好 好會教人 好 我們可以先來規劃一下 都沒在那執行 為什麼不行 誰講不行 哪一個單位講不行 你就是沒有用心 沒有提出來 沒有規劃 一個商業大成 你看現在才多少學生 要做 到現在也沒有做 武之洋 時代講到現在 開刁 那個 死了 到現在都沒做 我們來先做一個規劃 好不好 我現在在這裡說 你要聽我都去出來 那就麻煩你 好 那個 謝基長 你農學總幹事做過 我是要請教你 這農民實在有夠辛苦 你知道嗎 現在的肥料都要肥 只有人生沒有做 要做分 那人生又生氣又生氣又 壓下去 肥膨膨膨 咬到幾百瓶 那很辛苦 所以現在 現在的條態 所以我拜託市長 現在政府也跟人做了 這簡單 修化的事情 肥料 我相信 做肥料很簡單 所以我麻煩 要建議台肥 也就是說 這個抽象 我相信 市長 他以前也是 年齡是虛操的 我相信他比我更了解 所以我現在是農民 講的心聲 我給你報告一下 麻煩你要重視一下 好嗎 市長 我現在 好 我時間 我給楊佳人說 因為他現在是 總統府的發言人 他說的就代表我們民意代表 好嗎 代表我們平臨的民意 我書面質詢 拜託你要重視 好 書面質詢我們一樣回覆 謝謝 謝謝 謝謝總議會議員 他執行的這麼 揮諧 讓我接下來這個 感覺挑戰很大 首先謝謝市長 我想這個平鎮 長期被忽視很久 換人執政 在這一年多來 我們看到很多的成果 但這只是一小部分 剛剛總議會議員 也有提到這個 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的 這個公共化 未來可以爭取 來作為我們親子館的使用等等 上次總質詢 有提到的這個 過去很久 這個在高雙裡的物流園區 埃塞市長 這一次也把他推動 作為這個產物流園區 目前這也正要進行 這個規劃開發 我相信平鎮過去 作為南桃園 雖然是核心 但是在近上是邊垂 但這一年多來 感謝市長 讓平鎮感受到很大的進步 那當然延續剛剛這個脫掉的議題 要拜託交通局長 其實我們在執行 5月1號開始 接下來在兩個月內 或者是這個一個月內 這個執行了一個月的脫掉業務之後 是不是能夠提出一份檢討報告 我相信到時候 我們哪一些確實是脫掉的熱區 哪一些大樓真的有應該要脫掉 因為在維護這個大樓出入口 跟通道的暢通 但是有哪些區域 並不是這個脫掉的熱區 但是我們確實來進行脫掉的業務 這個我們是不是能夠先來做這個規劃 我想這個中立平鎮龍坦也不要分得這麼清楚 但是這個整個不應該用鄉鎮區區的界線來分 用生活圈的方式來分 來進行脫掉業務 才不會造成民眾的這個 這個額外的這個負擔 不然像東勢要是被脫掉了 他到了中立民權路來 這個計程車費就三四百塊啦 那但是如果是在這個文化街附近復旦裡 他到民權路距離就相較也沒那麼遠 所以這個未來相關這個脫掉業務規劃 是不是以生活圈的方式來做處理 方便民眾來取車 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三個月內或者兩月內 我們就先進行初步的脫掉的這個 這個檢討報告 我們再來評估進一步 未來脫掉的熱區 該怎麼處理 可不可以拜託局長 可以 那接下來 這個感謝市長的建設 我們請局長請坐 那這個評鎮有二十幾萬的人口 中立是大概四十萬人口 雖然中立人口是大概評鎮的約不到兩倍 但中立包括現有及規劃及新建設的圖書館 目前可能有三到四座 那評鎮目前唯一在運作 就前幾天這個造成這個 這個有 我們在反映說 因為要讓考生準備考試 所以暫時暫緩整修的這個評鎮圖書館以外 其他的圖書館 尤其在南評鎮幾乎沒有 所以目前三字鼎有一個昆慶的置辦市地重畫區 裡面有所謂的公有的土地 那是不是可以目前在公務局在代管 這上面有相關的資料 有沒有可能拜託市長 我們規劃在南評鎮 做一個新的圖書館 降低文化的這個評鎮的這個整個文化落差 讓南評鎮的市民也能享受到這個文化上的這個進步 其實圖書館就是一個小型的文化中心 那當然舊的分館是比較小 舊的分館的功能也比較少 那我們新的分館規模是大很多 那三字鼎這邊確實缺乏公共設施 那但是用地取得我們來研究一下 因為舊宇宙的建議 來研究一下這邊是否來設置三字鼎圖書分館 這個今天的質詢我們就把它錄案 那再做現場的勘察規劃再來決定 是 謝謝市長 我想這個土地上的資料 那目前它管理是公務局啦 那所有全是桃園市政府 因為這經由自辦重劃之後 我們取得的這個目前是 邊目上是公園用地啦 所以未來如果作為機關用地 要做這個邊目上的調整 我相信應該在我們市府來說 用地取得不需要經費 但是現有做建設 應該是可以很快透過一些程序來處理 是不是在這次總結之後 我們再拜託市長 我們安排一個現場的線刊 三字鼎圖書分館的線刊 因為這個 如果是重劃區的公園用地的話 也可以考慮多目標使用 不一定要變更為機關用地 因為它的樓地板面積顯然 可以建設樓地面積大概465坪嘛 我們可以做多目標使用 我相信這個 這個剛剛市長提到亞洲矽谷計畫 我想這個最重要的其實是交通問題 那現在這個隆池路 已經前前經過內政部都委會 在都基內的這一段 目前已經經過內政部都委會審核通過 那配合都基外打通道66 是不是能拜託市長 我們在相關程序上 這地方憑證的名義要求很久 過去我相信 專會議員參加過很多次的 這個地方的公聽會 那在這個整個程序上 能不能拜託我們市府 能夠加快來處理 OK 隆池路在中立後站 要打通到66快速道路 有都基內跟都基外兩部分 那這個有交通局的業務 也有都發局業務 現在在做都基變更 跟這個規劃的階段 那麼都基的部分 內政部已經審核通過 那都外的部分的話 還要再辦理這個相關的業務 是不是可以請高主長說明一下 隆池接66的部分 都基內都基外的部分 除了都基計畫的程序 繼續在進行之外 那麼路線定線的部分 我們目前路廊已經規劃完成了 在去年還是前年 我們就已經交給公務局 現在就做定線設計 有沒有時間表 我們接下來有沒有時間表 說我們可以預計 何時可以來整個工程進行 是 這個路線設計的部分 請這個公務局 他目前在辦理當中 是 不好意思 謝謝您的關心 這條道路是非常重要 市長也只是優先辦理的事項 但是經費接近這個大概30億 我們府內會全力去推動 那目前呢 交通局已經把路廊定出來了 我們下一步就是這個定線 定線完之後 結合都內跟都外 我做這個新辦事業計畫 我們就往上提了 一旦確定之後呢 經費確認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辦用地 一年半之後 完成用地跟規劃設計 之後我們就開展 這個整個案子的這個推動 但是現在最重要 就是這個經費部分 我們還要再去跟 拜託立委 來去跟中央來去爭取 因為這個部分 目前準備的階段已經完成 那重點是 費用大概接近30億 我想我們現在桃園的幾個立委 我們有幾位民進黨籍立委 都在交通委員會 未來是不是拜託這個市長 市府邀請我們這個立委一起 拜託交通部 是不是納入生活圈 道路計畫 未來這個納入補助 這個再拜託我們市府 來協助好不好 那當然接下來 剛剛也是延續 中央會議員提到這個議題 既然龍池路打通道66 跟66的銜接 那包括這個台北商業紀錄大學 也在66周邊 66周邊顯然這個未來 會有高度的交通需求 加上中立的因為捷運建設 或者鐵路地下化建設 可能會造成一段交通黑暗期 有沒有可能未來 將南桃園的一些客運轉運 轉移到平鎮 尤其在66周邊 一邊上高個 從透過66上國道1號 國道3號 連結中和永和板橋 這個台北 往南可以連結新竹 竹北新竹縣 那這個顯然是一個未來 我們可以在規劃的這個部分 所以在龍池路打通道66 既然現在我們整個在規劃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客運轉運站 也一併納入這個整個規劃 未來整個都市計畫 一起來處理 好這個平鎮現在沒有客運轉運中心 那這個位置可以龍池路打通 請交通局來考量 是否可以考慮設置平鎮轉運中心 我想目前這個轉運站必須要有公有地 只要找到公有地 我們會立刻來設置 我想這個概念是對的 那麼如果沒有土地 是 我們會在這個附近這個點 盡量設置轉運點 讓公車在路邊做轉運 也是一個方式 用集中式站牌的方式 我想我們這條路線的規劃 還需要時間 我現在這時間當中 就拜託我們都市局局長 或者拜託我們的相關單位 在整個都市 是不是能夠配合 台北生產紀錄台 剛剛專業會議員提到的 配合整個都市計畫的規劃 我們一起來尋找可用的用地 把這兩個放在一起 我相信內政部都委會 才會有足夠的這個動力去推動說 去核准這個計畫 好不好 那整個未來這個相關程序 是不是也要再拜託市長 如果一旦我們有初步的規劃 我們再到現場來尋找合適的用地 好不好 那最後我們還是請就長請坐 這我們這個整個桃園 在過去 因為地震平人 昨天晚上也是有地震 花蓮也產生地震 那記得這1月16 蔡英文總統 主席剛剛選上總統的時候 中南部都在提到 所謂的這個政治中心遷移的問題 他們提到的產業面 提到南北平衡面 但其實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防災面 我們有可能叫做 防災型的政治中出的遷移 世界各國有很多雙首度的計畫 或遷移的計畫 因為國安的因素 因為經濟的因素 像韓國因為國安的因素 遷移到這個市中市 那現在顯然 防災在台灣一個很大的問題 包括熊本地震 台南地震 東加地震 到昨天晚上花蓮發生十幾次地震 那現在顯然 台灣的中央造山運動還在持續 台中顯然不是一個地質穩定的地方 那只能看土壤潛視地區來講 桃園目前是土壤潛視地區最低的地方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 當然這不是地方政府能夠推動的 但是我們在都市規劃的遠見上 有沒有可能做這樣的準備 以及跟中央政府溝通 首都減壓 將部分的政府 中央政府的組織 遷移到桃園 尤其是防災的這個組織 應該遷移到桃園 否則所有政治經濟中心都在台北 預估 內政部下方組就預估 如果一個7.1的大地震 台北可能倒6萬棟房屋 甚至台北連外都靠橋樑 橋樑斷裂 整個台灣就是因為台北的大地震 很可能就陷入這個危機 部分的政治中枢 遷移到桃園 我們有沒有可能未來在整個都市計畫上 先預作準備及規劃 並跟中央來做溝通呢 OK 這個桃園確實是一個地質條件很良好的地方 那麼少地震 少颱風 少水災 那同時土壤液化區 內政部公告的這8個地區 沒有包括桃園 那我想防災情的備用的首都中心 其實這個概念應該是不錯的 其實就算我們的中樞在台北 其實我們後送 後備的那個指揮部 費用也是在我們桃園 所以如果沒有優適當的 費用滿概念的話 好 謝謝 在這邊我們也特別歡迎 我們習藝術 習議員 所帶來的龍潭所有的鄉親 那我們鼓掌歡迎他們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請習藝術 習議員發言 時間4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先就叫我們的曾市長 市長 你上任到現在 我想基層應該都走得非常的多 那我想很多地方的一些需求 大概尤其很基層的一些民間 需要的一些建設 大概我想市長都瞭解 當然這個在過去我想因為政黨 比較有所分別 立委幾乎都是國民黨基隆 在我的感覺上來講 這個市長不是那麼樣積極 跟當時的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來從事一些地方建設的推動 舉例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大家看到 龍潭第二交流道 在我們這個2015年 也是去年7月23號的自由時報 寫得很清楚 而且標題非常的大 預計106年底完工 完工 那我想全市 這個鄉親都對於這個交流道 拜貨 因為這個龍潭有非常多的工業區 上下班大家希望期待這個早日來開通 但是說實在的讓我們很遺憾就是 在政黨輪替之後 我們現在鄭市長上任 局長沒有換 中央的官員沒有換 但是這個市長是鄭市長 市長上來之後 預計106年完工的龍潭第二交流道 最近聽說 要109年才能夠完成 讓我們很多鄉親非常的失望 今天我們龍潭的鄉親 有部分 對於這些議題都非常的關心 也希望 市長能夠在這個議題上 給大家一個清楚明白 謝謝徐議員的這個意見 跟爭取 不過你的資訊是錯的 龍潭第二交流道是我上任以後 積極爭取 那這個媒體寫錯就對了 106年完工 自由時報寫錯 106年完工確實是當時國發會 以及交通部希望定的目標 不是我定的目標 第二個 龍潭第二交流道我也有拜託 我們現在很多的高速公路的計畫 不是我們市政府做 我們提出這個需求 我們要分擔經費 我們要做土地徵收 市長 同樣一個樹林交流道 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 桃園市是次等公民嗎 為什麼他們能 桃園市不能 如果 我上任一年半 我任內沒有把它定下 你不要再講那一句 升格不是變魔術 這句話 我來解釋一下 過去國民黨執政 中央地方 包括立法委員 都是國民黨 也沒有完成 那自由時報也是國民黨的咯 自由時報是根據報導的 是嗎 那你意思說他爛學咯 那個 我跟議員說明 其實我不會很 在乎去清算過去進度慢 我們反而從現在開始 進度要快 這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這裡沒有政治問題 建設就是要把問題克服 目前的問題 都已經克服了 所以我現在會督促高工局 也會拜託我們的 這個立法委員 要督促中央政府趕快做 我們地方政府配合的部分 百分之百不打折扣 市長好請坐 因為國工局不是我當局長 是 我們是負責爭取 你現在可以這樣講 520以後你再也不能夠 用這樣的方式來講 好不好 來請坐 唯一的我想啊 交通局所所業管的這個 北二高交流的這個業務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我想在你手上 你最清楚這個過程啊 今天在龍潭 在南區 大家眾望所歸 就是能夠早日來完工啊通車啊 所以市長也講得很奇很清楚 也很明白很清楚 希望啊你全力的 全力的來跟立委啊一起合作 我也知道最近交通部來的公文 我們希望能夠建議提前 能夠在108年來完成 能夠在108年來完成 但是他還是希望 要能夠 因為各方面的 一個工作 需要完備的話 必須要到109年 但這個時間差 包括他希望我們市政府 追加3600萬 來做負擔 這個我也清楚 我也清楚 但是民眾不清楚 所以市長 希望啦 我們不是要縮短他的工期 而是你的程序 務必越精簡 好 這個 越緊湊越好 簡要做個結論 中央希望我們多負擔 3600萬 市政府已經同意 我們希望107年開工 108年底完工 這個目標 我們前面的106年 有很多準備工作 包括這個水保 環屏 西部設計 用地分割等等 有些是中央 有些是地方 不管中央或地方 我們交通局 地震局 會跟中央的國工局 來協調 讓時間縮短 其實現在就是在趕進度 坦白講 這一題已經沒有爭議了 就是拼進度 好 謝謝 請坐 局長 我想 在交通局 最重要我們曾經有建議 希望 在龍潭的部分 能夠增加 一個 這個 路線 公車的路線 就是直達 雙北的 這個土城的 這個永林站 這個部分 在局裡面 我想應該也經過討論 也經過那些評議委員 我希望 趕快 把這件事情 來給他完成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龍潭 非常多通勤組 他們就是希望 能夠方便進入 新北市 北市 所以我們需要 有一個路線 是要直達 永林站的 那你多久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通車 已經這麼久了 我想這個 因為是 因為什麼 跨 跨縣市的部分 是屬於國道 客運的部分 沒有跨縣市的問題 只有你局裡面 內部 你跟那些評議 你有沒有做 充足的一個準備 能夠說服 這些學者也好 這些評議委員也好 讓這條路線 然後跟業者 談好 就可以走了嘛 你不要跟我講到中央去啦 我知道你最會踢了 國道客運 跟公路客運 是屬於中央的管轄的權責 地方政府 只管市區客運 但是設局 跨兩個縣市以上的客運路線 你局裡面的工作 就還沒完成 這個審議都在中央審議 只要是國道客運 都在中央審議 不是在地方政府審議 那多久可以完成 我會盡我們的能力 盡快來跟中央審議 盡快把它完成 我知道地方的需要 我們會盡快 好另外 有關於 剛才講的沸沸揚揚 有關於脫掉車的問題 我想 現在這個龍潭 違規停車非常的嚴重 我希望你交通局 跟警察局 在這個會後 針對這個龍潭停車 違規停車問題的嚴重 開一個專案的會議 包括邀請里長 這個區長來列席 大家一個共識 就照那個共識下去做 以後大家都沒有爭議 否則現在 以龍潭的市區的那種違規停車 根本就不像是一個深格的桃園 所以這個部分 請兩個局長來努力好不好 好謝謝請坐 來請公務局 公務局 在這個今年去年 我想我跟這個市長 也請教請他 龍潭現在有兩個路口 這兩個路口 是一個瓶頸路口 非常非常多 尤其支持鄭市長的一些鄉親 都希望這個路口 一定要能夠把它打開 市長當時也同意 要下鄉去看一看 後來我是被市長放鴿子 當然後來有請我們的公務局長 過去了解這個狀況 之後也有做成一些決議 我想這個路口非常重要 一個就是 盛亭路的甘城路口 一個是我們中峰路的 這個高雅南路口 這兩個路口 匯車都沒辦法匯車 但是裡面 都有幾百戶上千戶的工業區 跟他的住宅 所以這個路口如果沒有打通 包括連龍潭分局都在這個地方 這路口 竟然只有三四米 所以這個部分 請我們的市長 直接財市 那個 益主 其實我已經請公務局 跟區公所在七月多完成會堪 那這兩條路 高雅南路只有一小段 甘城路 那個有龍潭分局在那邊 這兩條路是很有打通的價值 那請我們區公所完成土地所有全能的協調 那我們公務局來協助把這兩個案子完成 這兩個案子是有價值 小小的瓶頸路段 要盡一切的力量把地主協調好 好 謝謝 鴻翔項 市長請坐 那這個部分 就是請區公所 跟這個土地所有全能 協議架構的部分 趕快加緊來進行 有進度的話 要隨時 希望隨時 能夠讓我來知道 這樣的話 謝謝議座提案 跟督促 謝謝 另外 就是區公所 有關於這個龍潭的這個龍坪路 龍坪路啊 的部分啊 我希望啊 真的要加緊 在過去呢 這一個案子 也許啊 是桃園縣那個時代啊 在推動的 但是呢 這個地方攸關 我們的這個烏樹林小型工業區 中峰路跟福隆路 跟所謂的黃塘里 北新里 這個上66快速道路的 一個很重要的聯絡道路 推動到現在 橋樑的部分已經完成 但是呢 整條路的徵收到現在 熄火了 那區公所呢 碰到一個更大的問題 市長上任到現在呢 已經換了三個公務課的課長 請問一下 地方的這些建設進度 怎麼有辦法連貫 怎麼有辦法一致性呢 再者 這一些承辦人員很多 包括徵收業務的 都不是本職 他們 不是修這一堂課的 你懂嗎 他們並不是專業的 這個建築建設的人員 公務的人員 你找這樣的人 來推動這樣東西 你擺明的就是讓這件事情 陷入困境嘛 謝謝一座提醒 我想你非常重視這個案子喔 那你也講到我們現在公務 公務體系喔 確實很缺人力 點出這個問題 我們會跟公所來去協調 把這個用地徵收部分 往下推 那目前是在用地徵收的部分 那基層這個公務科的科長啊 還有相關的人力呢 我們會跟公所來去協調 我們公務局跟公所來去協調 最重要是要找到科長很重要 那他要懂得在地專業 而且他在地的狀況要了解 那目前公所也有推動有幾個重大工程 那我們公務局會跟公所一起來把這個進度去推展 現在我們的區公所普遍碰到一個問題 很多的人才在過去推動一個地方的建設都沒有問題 後來升格之後很多的科長級的一些比較專業的 都往市府都往中央移動 導致地方區公所第一線打戰的這一些專業的人員 通通都離開這個位置了 然後換來一些新人 對於要熟悉整個業務需要很長時間 直接的影響到現在的里長 他很多的事情需要拜託區公所來完成 但是區公所基於新的課長 新的承辦人員 所以對於這些里長對鄉親 給他們這種態度 讓他們覺得效率差 態度呢也不夠啊親切 然後呢業務延誕非常的嚴重 這是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謝謝議長提醒 這個東西我們會很重視 那我們會來跟公所一起努力 我們會加強輔導 因為這個公所的科長是剛上任 所以我們你提到問題 不光是這個部分 還是要請市長 在你第一線 你派駐在地方的區長 這區長如果說 對於他底下這些 不夠兵強馬狀的時候 真的這基層的這些里長 他們推動這一些市政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好好訓練要求 我來說明一下 我們升格以後的區公所 那麼公務課的編制跟人力是不夠的 因為像台北市 他區公所是沒有公務課 他是同籌的 那我們現在地方上仍然有 所以我現在希望說 原來保留在區公所的工程的 這個一些規劃執行 有些人難保留 那如果一定金額以上的 才回到我們的新公處跟養公處 那目前你看的這個 龍平路拓寬的這個工程呢 那麼目前是在這個架構的階段 那預定今年八月送內政部審議 審議過後明年才可以來辦理工程發包 那這個案子呢 前面的這個程序還是要完成 如果有進度落後 我請公務局督導區公所來完成 好不好 那建行路這比較複雜 建行路這條預算 其實那個營建署是收回了預算 那這條路它是假借排水系統的名義 但實際上是希望能夠做道路拓寬工程 那目前架構遇到了一些障礙 那這個障礙仍然需要去協議克服 所以我們要把建行路拓寬 那麼確實需要我們的區公所 包括區長包括公務課的同仁 盡最大的努力跟地主協議溝通 這個建行路的部分 說實在這個是下一個水務局 他們必須要來配合協助的 因為在我個人整個了解 他這個程序上來講 區公所跟水務局這中間 認知上就已經有差異了 但民眾希望在沒有一個法院 可以徵收建行路的情形之下 我們權宜之計 就是希望把兩邊的這個排水桌做起來 解決淹水的問題 所以讓馬路的寬度變寬 這個對這個地方來講 都外非常的有幫助 這個案子我仍然在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我在去年已經把它定位說 這案子繼續推動 那排水跟拖寬同時做完 那當然四款 那個中央款不足的部分 我們四款來彌補 最重要是要協調那個架構的問題 那這一點 可能也是要拜託一座 跟我們龍潭區公所的同仁 近期可能的跟地主協調 因為這裡沒有辦法辦土地的那個徵收 這裡必須要協議架構 好謝謝請坐 那水務局 公務局長請坐 謝謝 水務局齁 關於建行路這個部分 我希望你能夠真正的督促 讓這個進度 碰到困難 我們地方跟市政府的部分 怎麼樣來分工把它解決 但是請你一定要能夠讓你的所屬的承辦單位的科試 讓他們知道這個案子是非常需要推動的好不好 是這個是很重要的案子 那我們跟公所在目前現在正在修正這個徵收計畫書 那我們會來協助他 希望你全力的來完成 那今天我有請這個區長來列席為什麼 是因為現在的市政府的一些市政方針 跟這個步調 那議員的這個建議 讓區長很清楚的知道 因為清楚區長他很了解說一個區 這些里民鄉民他們知道的是什麼 那我們讓他很清楚知道 未來的我們的分工他的角色是什麼 那長官對於這件事的態度是什麼 要很清楚 我們不能夠在認知上有落差 所以今天我邀請這個鄧區長來 就是要讓他清楚明白 長官對於這件事情 是用什麼標準在看待 大概是這樣 其實好 我先來來就教你 我們這個嘉安里 嘉安西路 沃隆居康原這一帶呢 因為過去這個地方有稍微比較低蛙 很多的這個當這個訊息來的時候 大雨很多的水往這裡集中 他會進入壁湖之後 因為潰體 所以他會排水不涼 那後來我們請區公所已經完成了 這個地方的一個區域的排水的 一個計畫 初期的計畫 所以計畫需要分兩期總共是一千五百萬 那最近啊 我也是請市長請大家就幫忙 這個淹水沒有解決的話 我們嘉安里這一些居民啊 等於是次等公民啊 所以務必要在限期內完成 所以請市長這個部分要協助完成 這個我現在就可以回答說 康原跟這個沃隆居社區喔 那麼公所已經把工程設計完成 兩期一千五百萬 那要在迅期來之前 能夠把它施工 所以我想請水務局喔 協助這個區公所 趕快完成 經費由我們市政府來出 好 謝謝 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 這個說起來啊 當然水務局推動這個也是有困難喔 也是很困難 但是喔 民眾之所以要讓喔 市長來執政啊 我相信喔 對政府的這個效能 對政府解決事情 有很高的期待 龍潭的東興裡 有一條很臭的水溝 那個叫地洋之群 這幾年來啊 就是受限於現在的水利法 因為說土地所有權利是十門農田水利會 為什麼本席啊 在之前希望建議啊 跟很多委員一樣 希望農田水利會要回歸國有 否則在整個桃園 甚至新竹來講 唯一因為龍潭是化出灌溉區 所以龍潭很多的水利會的土地 是讓水利會與取與求 甚至啊 可以說啊 漸價出售 但是這些賣掉的土地 扮演的就是地方的排水的一個功能 竟然被他們租出去了 賣出去了 我們束手無策 這是什麼政府 那這一條水溝 因為它臭夠臭 沒有加鈣 另外地方的里長申請了很久 要去清理 沒有單位要協助他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幾千戶的鄉親希望 這一條水溝能夠加鈣 能夠比照過去 大家重視 老街西啊 平正跟中立的那種標準一樣 對這個比較偏鄉啊 的龍潭東興裡 有一些啊建設 因此拜託市長 能不能請我們的水務局啊 跟石門同庭水利會 不管你用 所謂的使用費也好 用任何方式希望取得 我們可以去建設它 既讓它環保 然後呢 又讓它覺得 有休閒的那個 讓這個地方 不要因為升格 讓這個地方環境 覺得失格 好 謝謝徐助議員的建議 那麼我想石門水利 石門農田水利會所管轄的水汛 或者灌牌系統 那麼如果地方上有需要 我們仍然有權利 來要求它要配合 那我想水利法 也不是說護身符喔 它就完全只是水利會單獨決策啦 我們水務局仍然可以 針對區牌的需求 以及灌溉的需求 提出意見 所以我想這一題喔 兩個禮拜內 我安排水務局 跟石門農田水利會 先到現場會堪 舊工程上的可行性 就是你講的這個 市長你看到這個圖喔 看起來像黑龍江 你看這個啊 藏污納垢啊 周邊都是雜草重生啊 因為水利會的土地很寬 旁邊啊這個民眾啊 都把它圍起來施用 然後垃圾就往外丟 剛好就丟到這個水溝 然後這個水溝呢 它的下游啊 都被水利會出租了 很多人把它填掉 現在這條溝很妙 它的水是要倒流 進入啊 蕭里溪 我想這樣子喔 這有分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石門水利會 它也有很多的支渠喔 它有做綠美化跟蘇峻 那這一條看起來 是應該要改善了啦 那我想兩個禮拜內 我們去現場勘查 第二個喔 龍潭的高低陽 那個灌區喔 沒有納入那個水利會的範圍 那以至於我們整個水利工程 無法施作 我認為這一題 是要專案來 來就這個問題 來跟中央的協商 這一類型的問題喔 坦白講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 也要有個解決方案 我認為喔 我認為這裡喔 一定要有個 一定要有個機關 來負責這個區的水利工程 那這樣子才能夠解決農民的需求 好 謝謝 請市長 請坐 另外就是 不管怎麼說 老街溪的上游 就是龍潭大池 龍潭大池是水原地 所以啊 還是希望 未來呢 我想管理局也 資資了五百萬 在這個地方做這個規劃 但是呢 你這個大池的水質不好 水質 水大池的上游污染嚴重 我想水務 管理喔 包括環保 這幾個單位啊 都要征就 這個大池水的污染問題啊 好好的提出一個長期的治理的一個方案啊 大池就代表桃園的一個精神 也就是啊 在這個風水地理上來講啊 他伴有他啊 無可取代的一個地位 如果這個地方藏污納垢 桃園市啊 的市運啊 也會受影響的啊 那信不信就隨便你 那所以 基於啊很多的理由 我們不是危言聳聽 希望把這個池水 給他弄清澈 讓大家來到桃園 進入桃園 看到龍潭大池 他就是桃園啊 一個非常難得的印象啊 未來要推動觀光 水池就是要清澈乾淨 否則一切啊 免談好不好 好 好請坐 另外局長喔 這個布林里啊 跟建林里啊 這兩個里為了淹水問題啊 里長都快要大打出手了 這個區長啊 每次在調節這個問題的時候 頭非常的痛啊 你這個水務局啊 作為一個真的是區域排水的 一個仲裁者也好 建設者也好 你都有這個義務啊 要下去啊 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啊 有效專業的一個方式 為民眾解決這些問題啦 否則的話喔 我想啊 這問題 短期之內 不會解決啦 好不好 富林跟建林 他的排水有爭議 底下會淹水 就把上油啊 這個里的那個 排水孔堵起來啊 不給水流下來 那這樣子也不對 那上油啊 這個水不往下油怎麼辦 但是下油淹水 民眾就一直罵里長 然後呢 區長 對這種事情 因為先天上 這個地方的排水就有問題 你市政府 你水務局 沒有跳下來處理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叫他們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水門的一個操作 水門開的高低來做管控 這個 不是用嘴巴講 他就會變成解決問題啊 還是需要你下去了解之後啊 趕快採取一個 有效的一個方式喔 紅火椅 好來 局長請坐 我們請農業局 農業局喔 這個紅火椅啊 這個問題啊 我想 本期在每一次的工作報告 也都提起過 提出來 但是 所以這個 短期之內啊 我認為農業局 市政府還是提不出 有效的一個防治的方案 我們每一年 去年我們在動支 這個防治紅火椅的部分喔 總共動支了多少的預算 六千九百五十萬 將近七千萬嘛 七千萬你花下去呢 我覺得成效不髒啦 與其喔 要由一家廠商 來解決這個問題啊 而且呢成效不怎麼樣 倒不如是不是 我們採用一個獎勵的方式 這些農戶啊 這些紅火椅蔓延的地方啊 用一種方式去獎勵他們 把這些紅火椅啊 透過他們那些農民啊 這一些民眾喔 的協助 怎麼樣來 除掉這個紅火椅 我想啊 這是我們喔 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啦 喔 如果再讓它 蔓延下去 每一個家戶的庭院 再加上呢 現在啊 一些學校 造成啊那種學生的恐慌啊 農業局喔 這難辭其咎啦 喔 所以這部分請你繼續來加油啦 謝謝 好不好 因為104人是休耕嘛 105人 我們現在都是 今年是提早啊 由各區公所啊 舉農會去執行啊 應當我們 今年會提早 今年又是沒有休耕 應當是會 會比較集中在 好請你拿出有效的一個方 方法來處理啦 幫民眾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請坐 謝謝 民眾局長喔 局長 局會所啊 我想是很多的一個村裡啊 需要來來做的喔 軍方 那我們在這個高坪裡啊 高坪裡 有一個軍用的營區啊 他也同意要撥用 這個事情啊 為什麼到現在 我搞不清楚耶 當時那個是桃園縣的時代 軍方就已經同意要撥用 這個位於高陽南路的營區 那市政府呢 在這麼長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 這個將近兩千坪的土地 可以拿來作為集會所 甚至可以拿來作為 我們桃園最具有代表性的 桃園的一個茶葉的博物館 的一個用地 但是呢 在撥用這個階段 整個進度是歸零 那民眾局的答覆是說 這個地方因為面臨馬路什麼 我說喔 這個根本就是喔 在那邊唱 真的是關槍啊 到現在 波用還沒完成 市長 來 這個 我們先多評 這個案子喔 是國防部軍備局管理的廢製營區 那他是在今年的2月2號才核定 那我們是在4月6號把新辦事業計畫核准 所以現在是5月 所以我想喔 這個進度是前面是確實慢了 那慢的原因是軍方喔 在協議階段 他有很多不同意見 他審查要很久 這個是我們跟國防部協商的經驗 他常審查一年或兩年 但是我們協商一確定 市府的進度就會很快 那現在已經4月6號核定的新辦計畫 我們會很快的進行這個地震局的一些 辦理波用的事宜 這個案子我有特別簽署 好不好 加緊來完成 我瞭解還蠻清楚的 市長在你這個任內啊 我們能夠因為這塊土地 而造就啊 我們高坪裡啊 這些鄉親還有很多農民的喔 一個榮景好不好 OK這個會是亮點 我們好好規劃 好請坐 喔 John喔這個 我們現在啊 有發包一個東興跟武漢喔 他的一個集會所嘛 是吧 那個自從開工之後 現在到現在好幾個月了 都沒有再動了 所以啊 表示說 我們這公務 公務啊 有關於這個 新建這些建物啊 我們現在這個契約啊 各方面真的是擬定的 這個是有問題啊 好幾個月 簽約到現在 動工好幾個月 到現在這個地方 還停在那裡沒有動啊 可以做報告啊 這個六月 去年的六月十號 就簽約簽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三月份 有先報廢 報廢的動作是有點拉長 因為還要議會通過 那最後呢 審計部也通過 你現在把之前的這個活動中心 把它拆了 對 然後拆了之後幾個月 擺在那裡沒有動 這民眾的觀感很差啊 所以過去就算過去了 從現在開始 加緊腳步 趕快啊 那個地方讓它動起來 好不好 這個四月九號 就把舊的建物拆掉了 現在已經開始在進行了 大概騎乘也不會 不會有延到的問題 趕快把加緊 給它完工啦 因為那個地方 現在沒有集會所 這裡已經沒有爭議了 東興武漢集會所 因為前面有個報廢程序 那我看民政局的這個程序 雖然有審計部的關係 稍微慢了一點 那後面就要加緊腳步啦 我想最重要是進度 好 謝謝請坐 來 警察局喔 謝謝 局長喔 我請問一下 你警察局 對於啊 桃園市 所有的 有關於啊 就是我們民眾啊 那種精神病患 有沒有掌握這樣的一個資料 精神病患是 掌握的話 是衛生局整個在掌握 對 你警察局 你衛生局 你們有沒有提供警察局 讓他知道說 比如說我現在一個龍潭派出所 我轄內大概有幾名的精神病患 他們有沒有掌握這樣的資訊 根據做報告 我們精神病患的 我們都有列策管理 我們會追蹤他有沒有 按時的服藥就醫 你們那個追蹤 根本我還沒講到 你們那個衛生所的功能啦 主任都是用來看病的啦 如果說有那個安全 安全考量的時候 我們會跟警消合作 現在你又講安全考量 就是因為安全考量 現在精神病患 現在他也不是他想要成為精神病患 那沒有辦法 那既然沒有辦法 表示他的很多的行為 是不受自己的意志的控制啊 這樣的人在社區很多 非常的危險 警察對他們束手無策 那居民陷入恐慌 但是呢 警察卻沒有掌握 這個轄內到底有多少的精神病患 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啊 所以這個是不是 應該要讓警察局去掌握 到底轄區有多少精神病患啊 讓他們能夠防患未然啊 這個部分啊 跟一座報告 我們會跟衛生局密切的聯繫 那我們同仁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發現可能會傷人或自傷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加強來這個通報 好不好 請坐請坐 謝謝 教育局 局長喔 這個 現在啊 我想因為少子化 尤其是國中的部分啊 很多的這個教師啊 超額的問題 目前我們這個 台灣市啊 超額有多少 62 目前我們預計 新的學年度 國中要減110多班 那國小要減大概90 98班左右 那正確的數字要 稍後才能夠有確定 直接告訴你啊 你要減98班啊 然後呢 超額的這個老師啊 是62位啦 62位呢 你們分三 可能會分三次啊 來做啊 這個 這個借聘 透過一個借聘會啊 是 來把這個老師啊 看怎麼樣去借掉 那目前呢 目前啊 我們借聘成功的才28位啦 所以啊 還有好幾十位的老師 他們會面臨 這個 因為減班以後 他們 這個 學校 就會產生超額 到最後呢 他們不知道 何去何從啊 所以啊 針對啊 這些超額的老師喔 希望啊 透過他們 不管是年資 還是他們的科別 個人意願 等等啊 讓他們有一個 工作的一個地方 讓他們能夠繼續啊 來為教育付出好不好 是 按照我們的了解 今年雖然有超額的問題喔 但是 最後借聘應該 那明年呢 明年也是應該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管控的機制 這樣子喔 對 所以真的希望能夠繼續好好來做處理 好請坐 謝謝 衛生局長喔 我想 本席在每一次的工作報告裡面 都談到有關於這個衛生所的一個定位問題啦 是 以長遠來說 還是希望 衛生所啊 的主任 能夠啊 以推動啊 預防防疫 這一些啊 工作為主 為主 那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還是希望能夠建議啊 衛生所的主任的任用啊 我們可以任用啊 所謂公衛科系的人才啦 有公衛體系的人才進入這邊 因為他對行政比較熟悉 是 那你這些疫苗呢 注射預防 你可以編譯預算 讓其他的這些診所醫院 讓他們來做 那我們衛生所本身就全力來做防疫 包括現在 我們還有是有很多的這些 AIDS的病患啊 在一些社區啊 都沒有定時的給他們追蹤 其實那都不定時炸彈 那基於呢 對這些人的保護 我相信 衛生局也不便 去透露有哪些病患 但是實際上 這都是潛伏的問題啊 包括剛才講到的精神病患 所以我還是希望 你今天這個衛生所 你能夠本於說 從過去的時代 他的任務到今天 醫院這麼多了 那是不是你們應該要專心的 來做這些癌症的防治 還有就是這個疾病的預防 這些工作 我認為喔 會比較恰當 會比較恰當 謝謝益助 我們現在有朝著益助的建議 我們現在往健康管理中心 跟長期照護的方向 再逐漸的改進 好 謝謝請坐 謝謝 好 再來就叫警察局啦 警察局長 我 本席覺得啊 這個 既然升格 在很多的制度上 都可以朝向一個 精簡便明的方式來做 尤其 現在的民眾啊 對於 我們公部門的人員啊 的一個 這個 服務的一個態度啊 真的是非常的重視啊 那警察因為他賦予他的 這個工作太雜了 非常雜 你看他要 一個行政警察 他要去辦案抓小偷 他等一下要化身 一個交通指揮 等一下呢 去做一些 車禍這種處理 我覺得對 警察來講 業務繁重 壓力很大 事情多 所以基層的警察 他們啊 長期在這種壓力 憂鬱當中啊 我認為他們過得並不快樂 因此 本席去建議啊 去研領一套 做法 就是 交通歸交通 所有交通事故呢 都由交通單位 交通警察來處理 那 警察 他有所這些警察 包括刑事單位這些 就是專攻啊 抓壞人 抓小偷 防治犯罪 這方面 當然 交通單位的這些人員 不夠 我們可以補 但是很清楚的 畫下來就是 交通就是歸交通 交通的一些 包括會刊 所有什麼都是用交通單位的 交通分隊 那警察就是管治安 就是管治安 應該要做這樣的規劃 這個思考 我不知道 市長 你覺得這樣的一座建議 你的看法怎麼樣 各位議員 我先報告好嗎 因為目前 我們交通事故的分級處理 有在執行 但是就是說 比較偏遠的地區 你們現在就是人員 一個地方發生事故之後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 車碰車的 人民沒受傷的 就用派出所處理 A3的 對 如果是有受傷的 就用交通 這樣的話 我還是講回來 你讓這個基層的 這個辦案的警員 太多的業務了 一個車禍 你知不知道 如果有好幾兆的 一個車主 他要找好幾個人 來問筆錄 還要問證人 哪有時間去抓小偷 所以我不要再講其他的了 這樣會衍生 我對警察局 有很多的意見 我希望 這個警察的業務 交通跟治安 都是核心業務 那並非說交通不是 那警察執行條例裡面 都有規定 專業專責 我認為才是一個有效率的做法 交通是警察的專業業務 你今天我就講 你今天如果一個警員 今天值班 碰到兩個車禍 他要去做筆錄 哪有時間去做這些 打擊犯罪的事情 議員點出問題所在 現在桃園剛升格 我們的警力的編制不夠 那我們警民比是過高了 所以我想還是要逐年移波 人力到桃園市 那至於說基層的業務減量 我們請我們的警察局來研議 能夠盡量減量盡量 不過交通是警察的核心業務 這點要請議員諒解 警察有分嘛 有交通警察嘛 刑事真防警察 我現在是希望 給他們 沒有派出所 派出所是中和的 派出所是中和的 很多事情沒有一成不變的啦 是不是 否則桃園不會升格 如果哪一個派出所 人力不足 我請警察局來檢討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習醫師 徐議員 也謝謝我們農潭來的鄉親里長 還有我們區長 那我想 徐議員今天特別請區長來了解農潭的需求 相信區長都聽到了